教練講話你們也在講 你們就太多自己的想法跟應見 可是在我們初學 初學者裡面來說的話 是很忌諱這樣子 這個核球訓練 對我來說就是不OK的 是不行的 那規則上各方面我覺得跑鬥 我覺得完全是沒有戰術可言 是不是不行 選手的天職就是去執行 教練叫你做的事情 即使這個指令是錯誤的 你們也要做下去 這就是球員的工作 現在呢 因為他們從手區要傳到工區 需要做一個防守的干擾 所以籃隊會防守他們 小心進球 進球 非常地漂亮 加油 太危險了 傳球先轉傳 阿森 你那麼近可以進去啊 好 快進去過球 龍條對立 龍頭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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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對立 龍頭對立 我對立 龍頭對立 我覺得這是我們很大惡意的 重心的 不能夠把球直接交給 舉掃 舉掃 要斷球 要斷球 對 一定要跑動空檔 趕快來接應一下 優雲接一球 張家宰的跑位太漂亮了 接球可行 籃下球是讓籃隊給掌握到了 龍頭 非常地激烈 用一個地下傳球交給黃洪璇 給陳妤 陳妤 你再中間一點 交進去 黃洪璇的跑位也是掌握得非常不錯 結果我們那些是進球 黃洪璇 各位你們現在你們要冷靜一點 因為看起來他們也滿混亂的 可是我覺得 我們的準備很慢 很像我們在打躲避球這樣子 我們這個是隨時在比賽中 所以我這失誤 失誤失誤我趕快對到我的人 加油你們都不能離太遠 為什麼呢 你唯有靠近他 他才會失誤 他才有可能失誤 好 比賽要進入到下半場 紅隊呢是把曾鈺佳換上場 把漢之換下去休息 好 藍隊呢先來進攻 K拳秀 哇 這個球 吹吹 這個球 漂亮上台 還撞到了球助 為什麼不要這樣 吹了藍隊 發球 你的手發出血 沒錯 因為這一球呢 進攻者有 已經有一個非常好的進攻的 那防守者在他的背後 就我剛剛說的 他沒有站在他正面 所以這一球又有很大的身體接觸 所以就直接判法的發球 他最好人喔 最好人 有了 有了 好人喔 余晨欣 今天今天的速度 一個比賽那麼多 四 五 轉身 四 二 爬出來 正起 一場賽 一場賽 陳余晨欣 進球 非常棒的紅隊 三比二 一分落後的藍隊 時間其實還夠 但必須有一球 手持起來 暗示 進攻 紅隊的防守非常的緊張 現在搶成了一團了 後面定版動作了 哇塞 誰的球 二十秒 二十秒 藍隊的球 守住 守身 冷靜 守好 余晨 擺擴張一點 所以是發揮得非常地不錯 開余晨 黑黃線 給 憲蓉的成任 結果漢詩獎成任的球 這邊剩下13秒而已了 10秒 紅隊 這邊又不能去抄球 這邊上籃 沒有去 藍隊最後一擊 要出手了 沒得出手了 比賽結束 跟比賽 紅隊是3比2 一分顯勝 拿下了 何瓊項目的勝利 浮陽防守跟鬼一樣 他不管怎樣 他手超長 因為他們給我信心 讓我很敢進攻 那我也很相信他們的防守 前面是美哥先守他 然後美哥讓他進一球 後面被阿嘎守他 又給他進一球 我就跟傑哥說 傑哥我上 我一定速度跟上他 不讓他投任何一顆球 然後我上之後 他真的一顆球都沒有投過 一投就是防守位 一投就防守位 盡量不讓他們得分 然後阿欣就負責好好的得分 你只要有得分 我絕對不會讓他們投進 我覺得就是運動員的養成 就真正一個運動員的養成 要8到12年 你們要變成一個 專業的運動選手 在這麼短時間裡面 學好一個項目 其實真的很難 我講實在的就是 我們現在這個團隊裡的 這個能力 大概普遍都比較不足 真的都比較不足 我對球的那個敏銳度 是比較不足的 這不是你們的問題 因為我要跟你們講的就是說 昨天佳佑問我說 你們說你們一定會贏 我講實在的 我在我看來 你們是不可能贏的 我唯一今天覺得 你們會贏的就是皮克球 因為你們在皮克球上面 花的心思是最穩定 最專注在聽教練說這件事情 其他項目在學習過程中 教練講話你們也在講話 你們就太多 自己的想法跟應見 可是在我們初學 初學者裡面來說的話 是很忌諱這樣子 為什麼他學習力最好 因為他就是白紙 這個核酬訓練 對我來說就是不OK的 是不行的 因為規則上各方面 我覺得跑鬥 我覺得完全是沒有戰術可言 是不行 而不是像你們一直說 我跟你講等一下你可以整 不是你們說 不行 不行你們說 教練說 我們透過教練說的 我們來做 然後只有一個東西 簡單的做一個東西 我可以思考可以去處理 做出一個正確的判斷 那個是要透過訓練 那你們現在沒有 所以我才說 我們要去執行教練 叫我們做的事情 選手的天職就是去執行 教練叫你做的事情 即使這個指令是錯誤的 你們也要做下去 這就是球員的工作 你們不應該有太多的 個人的思考 才會一致 因為你有一個想法 你有一個想法 可是我們只能做一個想法 那就是教練講 我們就做教練這個 才不會出錯 你會發現所有人都擠在一團 一直想要去要內球 可是越擠成一團 你反而阻礙了你的攻勢 所以讓我會覺得說 這個在戰術上面 我覺得我們去執行的 真的不是很OK 教練教的叫你做ABC 他一上來就給你做一個XYZ 你就氣得半死 但是不是他的錯 因為他還沒有這種 在快速中已經很累的情況下 還可以非常冷靜的去思考 說ABC ABC 他沒有辦法去思考 因為太累了 所以我說他們在這個過程 就像今天所有的賽事 都是他們的一個養成 一個過程 即便是輸 所以輸要有輸的一個價值